那个时候前是次长 外交部次长 我是科长 找党娘 明天这封信 你带到美国去 那么我带到美国 华盛顿很长的飞行时间 在这个洛杉矶 停一下 晚上night couch night couch懂不懂 半夜加班机 在搭那个去 晚上十点半开 要五六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 到了Washington 他是要我连夜赶着去了 把我这封信交给 我们驻美代表夏公权先生 我说这个是 Messenger 信差 我要搞个零零七的箱子 要贴了 绑起来 没有那么严肃 我带去以后 晚上 在洛杉矶的机场 就碰到他的助理 叫Rich Allen 他看到我 我当然认得 他也没有来台湾 说我陪他的嘛 RT what you are doing here 我说我们总统有封信 送个雷根 Give that to me 他跟我一讲 糟糕我泄密了 因为我的 instruction 训令 是要交给夏代表的 不是交给他的 我就没有讲话了 当然就没有多讲了 第二天在华盛 D.C. 就打了船舶 就拜拜了 就有这么一个 结果那封信啊 是交给代表啊 转交啊 你知道要跟外国元首打交道啊 不是像你我也知道 到哪里见总理啊 要有access 要有门路啊 门路啊 你晓了吧 那懂啊 门路有很多 我说在这种 我们跟美国 是没有邦交啊 还有共产党是 中共是我们敌人的 他也不敢随便给我们的这个 张扬来往 所以access 所以access很重要 所以这个 就很有趣了 外交工作了 外交工作这个 哎 现在也没什么好谈啊 我退休了 不过这个很有意思了 好 我再看看 能不能找到那个 找你看看啊 好 电话里面来 可能一下找不到 好 还有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请讲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 三个在瑞士台湾的机构 我们有 对 这个我们驻 驻瑞士有个代表处 在伯尔 在日内瓦有个办事处 有个办事处 相当上领事馆有个办事处 第三一个有个WTO WTO是我们驻WTO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WTO的我们的办事处啊 是享有完全的外交特权 因为 因为这个WTO是国际组织啦 所以你们如果要跟这个单位 要这个联络的话 当然外交不是这个途径啊 我跟这几个办事处的我想 还不必用私人啊 还是用政府的力量 也请这个世界公民协会出公喊给外交部 说我们有这么一个学生计划 准备到洛杉矶去做一个采访 请我们驻瑞士代表处和相关单位 提供必要的协助 我觉得我以前也在以色列做过这种事情 往国内的人 我接待过一个台硕的人 他来我们代表处口气好大 我们台硕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钱 因为钱就很好啊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那50加倍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杨大师来担任我们的讲师 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我们再次谢谢杨大师 谢谢杨大师 然后这个等下一个教室评分表 拜托啊 不要太难看就好了 没有教师语分表 没有啊 没有 我晓得这个 就很谢谢 没有啦 我没有这个顾虑啦 这个跟你开玩笑啦 好谢谢 不过我很高兴的 跟你们年轻人聊聊天啊 我聊的观点啊 我就怕LKK太古板了 那个成年往事 或者网站上看到 年纪大的人少开口 而且不要提当年的 对不对 我们提当年有你们都很讨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自知之明 不是这样叫我们来谈 我根本不谈 对不对 老LKK很讨厌 不过我觉得可以给你们一个震撼 想一想 我也就是这样 谢谢你们啊 今天因为我自己不会做PowerPoint 准备做PowerPoint 我会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PowerPoint来的嘛 知道大使想要做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帮你做 你可以教我是吧 对 好 或者是直接把资料丢过来这里 然后我们帮你做 不不不 我不是要你帮我做 是要教我怎么做 没问题 哈哈哈 要教我怎么做 你帮我做了以后 我什么都不会 找到 没问题